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则事情还要有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才能把最新资料传给你 如果你是看YouTube频道的话 请你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可以收到最新的及时的资讯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行情虽然电子股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投资朋友应该很期待说电子股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上工的行情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可能没有所谓的一些传产股 那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是电子股是比较多的 那电子股来讲的话 如果电子股往上攻坚的话 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我说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贵买指数 我们看一下贵买指数 今天是5月23号 贵买指数你可以发现到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说 它遇到了前波的高点这个地方 所以它开始会出现震荡 开始会出现震荡 也就是说这个贵买指数 要正式的突破这个前波高点 它才会出现走强转强的讯号 这第一个投资朋友你要注意的 那到底会不会突破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重点 投资朋友 你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说均线即将要黄金交叉 下面这个地方 十日均线你可以看到 十日均线即将要往上来穿越 二十日均线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黄金交叉 那这里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死亡交叉 这里是什么 十日均线它往下穿越了二十日均线 所以它导致一波的大跌 这个代表整个趋势的向下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十日均线它往上穿越了二十日均线之后 它变成那个趋势是向上 那也就是这里呢会有一波呢 这个上涨坡 它有机会出现一个上涨坡 那么只要近期呢 它这个震荡的过程面 它不要再度的来跌破这个十日均线 不要再度跌破十日均线这个地方 只要没有再度跌破这个十日均线的话 这个电子股呢将会走出一波的行情 会走出一波的行情 它不是只有一两天的行情 所以这个地方投资本你就要可能要 你就要期待说 这个行情一旦走出一个波段行情之后 你要买什么样的个股 你要买什么样的标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跟大家讲 我说未来呢选股是决胜的关键 选股是决胜的关键 那很多投资本会讲说 老师你讲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是选股是决策的关键 不管什么时候选股都是决策的关键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地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近期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升息通膨疫情 基本上还会影响这个行情 也就是这个行情 不会像以前那个行情 没有这么多利空的因素之下 它会比较快来做表态 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慢来做表态 因为它持续受到这些 所谓利空消息的影响 那虽然有利空消息影响了 变成你选股的难度会提高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个股的表现差異性会很大 个股表现差異性会很大 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讲 我说台积电跟创意 为什么创意可以涨200块钱 台积电就涨十几块钱 同样在电子股里面 而且创意是台积电概念股 它是靠台积电接台积电的单来赚钱的 它是靠台积电来吃饭的 结果台积电就涨十几块二十块钱 如果你买是台积电 你不是买创意 那你会发现台积电你没赚什么钱 甚至有人还在套牢 但是如果你买创意的人 这波是涨200块上去 所以这不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个股表现差異性会非常大 符合什么要件的人资金会进驻 所以才会涨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要符合股票上涨的要件 那股票上涨的要件 我在节目上 一而再来跟大家提示的 我说标股三要件 选股三要件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做复习的动作 也就是跟大家讲说 建雄怎么来选股的 我怎么在这个行情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运用 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方法 我教大家的一个方法 运用这个方法去选到好的标的 那么这些好的标的 有没有喷出有没有大涨 我们待会可以一一来做个验证 那不符合这个要件的人 就不是盘整就是盘跌 因为资金没有在这里 资金不会在这里 资金只会在哪里 资金只会在符合要件的股票上面 那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说 什么样个股符合要件呢 首先你看到 像1524的耿鼎 我在5月18号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说这一档个股 你看到 它去年一整年是赚0.38元 赚0.38元 但是今年光第一季 它就赚了0.35元 也就是说它今年光第一个月 前三个月 它已经赚了快去年一整年的获利了 所以像这种和个股很明显 今年的获利绝对比去年 做个倍数的成长 那像这种个股呢 你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股价会狂飙 为什么股价会大涨 它符合所谓的基本面的条件之外 我也在节目上告诉大家了 我说重码面如果又很干净 包括像技术面它也没有出现破底 甚至它出现所谓的融资停损的动作 或者是反而停损的动作 像这种个股特别会涨 特别会飙 那结果有没有飙呢 你看到1524的耿鼎 你看到这一波 从5月18号 5月19号攻涨停板 5月20号再攻涨停板 5月23号再攻涨停板 也就是我跟大家讲之后 它连续标了三根的涨停板 连续标了三根的涨停板 就是告诉你 它果然就是符合我们标股 三要进的条件的股票 符合条件的股票 果然就是大涨 果然就是大涨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目前这个行情呢 你要怎么样操作 轻松理财快乐致富 你要怎么样轻松理财呢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套方法 你要有一套策略 你要知道说 目前这个行情会涨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 才是真正的这一波的标股 你要有一套策略 你要一套方法 如果你没有方法 你没有策略 你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两三千只股票 你要怎么选股 什么股票才会标 什么股票才会涨 你不晓得人都去买台积电 不晓得人去买联电嘛 对不对 结果台积电也没涨多少 联电也没有涨多少 但是如果说你会挑股票 你知道说接下来 会涨什么样的个股的话 什么符合条件的股票 的这些个股的话 它后面就是狂飙三根涨金板 给你看 狂飙三根涨金板给你看 好那接下来投资朋友 当它狂飙三根涨金板的时候 之前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我说符合我们标股英雄榜的股票 它都具有几个特色 它具有一些要件 要符合这个要件的股票 它才会大涨 好你看到第一个 法人严重高挡掏牢第二个基本面没有问题 第三个跌回到起涨去 但是没有破底 那你来看这些股票 你来看第一档各有4919的新唐 有没有从135块钱 一路落涨到175块钱 这一波涨了40块钱上去了 涨了40块钱上去了 也就是说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觉得股票跌深了 大盘跌深了会反弹会反弹 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反弹没有错 但是反弹什么股票 如果反弹不是你的股票 反弹不是你会认为会涨的股票 或者是反弹你买的股票没有涨 那这个反弹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你要慎选个股 你一定要买符合条件 符合要件 符合标股三要件 符合标股英雄榜的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会有资金来做进驻 所以他们才会大涨 这是我一而再再三在节目上不断的提醒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所以你看到包括像2351的顺德 你看这波也是一样没有破底 高涨区反而买一大堆 那么也是做个拉高来做个解踏波 拉高来做个什么 来做一个绩效波 你看今天的顺德 今天涨25块钱上去 最高一点冲到149块钱上去 所以这一段时间去买的人 这一段时间去买的人全部都赚钱 不管是买这里或买这里 或者是买不管你买什么地方 你都是赚钱的 甚至你买到这个最高点 你今天早上还是赚钱的 所以买这两个股 基本上这两个月都没有套了 都是赚钱的 那为什么偏偏是同一样族群 同一档个股 那我跟大家讲说 符合标股三要件的股票 你可以解套你可以赚钱 但不符合标准的股票 你看一大堆股票 一大堆电子股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在等解套 很多人都还没有赚到钱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未来你选股的方向 你一定要有 如果你没有一套方法 你没有个选股的方向 你很难轻松的去做理财 你很难快的赚到钱 你唯有掌握到行情 掌握到这个行情 到底会涨什么标股 涨什么样的个股 你掌握到一个策略 你掌握到这个方法 你才可以在股市里面 安安稳稳的赚到大钱 那我又跟大家讲 我说符合标股英雄榜的股票 基本上我们在不断的收入 在我们的榜单里面 不断的收入都在我们的榜单里面 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要操作的个股 它又具有这几个特色 第一批我们先做这个新唐 我们又做了顺德 那接下来第二批我要做什么股票 我有跟大家讲 我说产业前景明朗化 货率今年比去年好 第三个法人跟融资被迫停损 尤其第三个法人跟融资被迫停损 尤其这个法人被迫停损 全市场都没有一个人在讲 因为大家都想说 老师你怎么会讲 你怎么会去买法人停损的股票呢 你不是应该买法人去买的股票吗 法人买的股票才会涨啊 你怎么去买法人停损的股票呢 投票告诉你 这个就是Mega 就是重点 我跟大家讲说 我挑股票跟大家挑的不一样 跟大家挑的不一样 我这样挑一定会有我的道理在里面 那你看事后就知道了嘛 你看到哦 你看这个台积电2330台积电 台积电从688块钱一路往下跌 跌到505块钱 你会发现到 那基本上这个法人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有没有 高也买低也买 高也买低也买 一路买一路买 有没有停损 法人没有停损 法人没有停损 融资有没有停损 融资没有停损 融资买多少钱的 600块买最多 因为之前很多人讲说 600块钱要闭着眼睛去买台积电 市场上很多人在传这个消息 所以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我在操作股票 如果你跟着我操作 我跟大家讲我的操作原则 第一个 不看报纸 第二个我不听消息 第三个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专业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当时我判断台积电并不会大涨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并没有符合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 筹码没有经过换手 筹码没有经过换手 第二个他要破底了 他是不是破底 这个底部是跌破的 那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要把法人停损的股票 就跟融资停损的股票是一样道理 因为法人停损完以后 就是筹码经过换手 融资停损完以后 融资大量的接沙盘以后 融资断头之后 筹码经过换手后 后半就大涨了 所以同样道理也是一样 法人他们跌三层之后 他们股价跌三层 他们强制停损之后 股价就开始往上面大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筹码没有经过换手 也就是说法人并没有停损 那第二个他技术面 要出现破底的现象 你看他有符合我跟大家讲 这个什么标股三原则 标股三要件有符合吗 他没有符合 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反弹 他是有反弹 但是反弹多少 反弹很弱 反弹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反弹一点点 并不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我说新唐 我说顺德 顺德涨了快三层上去 新唐涨了40块钱上去 台积电涨了大概10块钱 10块不到20块钱附近 今天又跌2块钱 你会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差域性这么大 没错 差域性就是这么大 因为有一个族群一个股票 这一群股票是符合标股三要件的股票 所以他们就大涨 他们就成为资金进入的什么 族群里面 那有一部分呢 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他们不符合标准 不符合条件 所以资金就不会什么大样做进场 股价当然就不会大涨 这是很明显很明确的差别 这几天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370系的焊点 你有没有看到 我也是跟大家讲 第一个他没有破底 第二个反而是买到相对高档区 对不对 买到相对高档区 那你看杀下来的时候 你看他没有破前低 然后呢 反而买到高档区 他会有拉高几道坡 那你看这个地方 他没有拉高几道坡 为什么 他不是拉高几道坡 他是停损 他是停损 他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 这一根杀最多的这一天 你看他卖到最低点 你没有发现 结果你看到 你看我在5月13日 又跟大家讲一次 我说这个法人停损以后 我跟大家讲 请问你投资朋友 法人停损后大涨 筹码被谁吸走了 我在节目上我只请教大家这个问题 我请大家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陈老师要告诉大家 我要买法人大量停损的股票 请问一下法人停损后 筹码被谁吸走了 你看这个法人是不是在这边 大量停损 停损完以后股价是不是开始往上面涨 那到今天为止你看到股票这波上去 是不是涨了两成 那百分之二十五 快接近三成了 你看这个法人停损完后面有没有大涨 你看法人是不是停损在这里 这一根嘛 就这根最大量嘛 你看这根最大量法人是不是停损 那停损完结果后面竟然是大涨 所以我才会在五月十三号之前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讲什么 我说法人停损完之后 股价竟然是往上面涨的 那请问筹码是被谁吸走了 我跟大家讲就是特定的买盘嘛 所以这些特定的买盘他们进场去吸股票之后 股价当然就会有大涨一波嘛 而且涨势呢会比什么 会比大盘来的强 所以大盘可能只有涨一成啊 或者说大盘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涨一成哦 大盘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涨一成哦 对不对 那大盘可能涨 假设说大盘如果涨一成上去 那我们符合这些条件符合这些股票了 法人停损的股票 它涨两成涨三成 你光这样子你就赚赢大盘了 所以你看到当汉垒上去的25% 你就知道你看法人停损以后股票有没有大涨 我事情有没有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买法人停损完的股票 你看另外一档个股三一四一的惊鸿 你看一下法人是不是在这里大量做停损 是不是在这里大量做停损 停损完以后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五十几块钱上去 有没有大涨 这些都不是我现在才讲的哦 我之前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了 我说这个地方你选股的要件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选股 如果你没有一套策略 你没有一套选股的方法 两三千 两三千支股票 我说真的你不知道怎么挑 满天全金条 你要什么没拔掉 讲白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选哪支股票 所以你买来买去 你可能就是买华邦店 买联电 买台积电 买那些股票都不会涨 那结果我跟你讲的股票呢 我跟你讲符合条件的股票呢 符合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的 标股三要件的 标股英雄毛的股票 有没有大涨 你自己看有没有大涨 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你决定买哪档股票 你有赚到五十块钱以上了 你可以告诉我啊 有吗 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行情很难操作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操作股票 你要有一个轻松 轻松理财快乐自负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挑到这种 当你挑到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是轻松理财快乐自负嘛 轻轻松松松松 你买到对的股票 资金就会进出 有人在帮你抬轿 那股价涨了五十几块钱上去 从好有没有经过换手 从好换手以后有没有大涨 所以你该都看得很清楚嘛 接下来你来看 我说260真的长容 你看到长容 这波呢 你看 从一百的七十一块钱 这波第一波击杀 击杀下来 你看发现法兰是不是停损 法兰停损完是不是涨上去了 对不对 好 涨上去之后呢 往下杀下去 你看这边最近是不是法兰又停损了 是不是法兰又停损了 群损完是不是又大涨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你要吃法兰的豆腐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很多人都喜欢帮法兰抬轿 帮法兰抬轿 基本上这个操作策略是不好的策略 尤其在目前这个行情 如果你说在多头的行情里面 这个行情没有所谓的 如果说这个行情 它不是有所谓的所谓的生息的影响 没有所谓的通膨的影响 没有战争的影响的话 那当然行情是大多头的情况下 你跟着法兰去做 你多少会赚到钱 但是现在你不一样了 现在你跟着法兰做 结果法兰在低两区大量停损 你看它停损 你跟着卖 你就卖到最低点 你就卖到最低点 你看这一次 这个点是不是最低点 那这个点是不是这个低点 你看它基本上 那长龙这两个股 你会发现到 这一条是年限 我今天特别把年限跌出来 也就是说 长龙呢 它今年光第一季赚19块钱 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去年一整年赚45块钱 那我说我要选什么股票 今年要赚钱要超过去年 至少要赚超过去年的 那很明显 它今年第一季赚19块钱 加进到20块钱 也就是说今年一整年 可以赚将近到60块到70块钱 它去年就赚45块钱 那你说这种股票会不会涨 那什么时候是买点 法人停损 法人停损完 法人就是买点 还有什么 还有它什么 每次跌到年限 这是一次 这是两次 这是三次 这是四次 这一次是第五次 第五次跌到年限以后 它就是个买点 为什么说年限是买点 年限是长线的多空分水岭 除非这家公司长红 它基本上它的业绩是衰退的 否则年限就是长线多头的保护线 表示说它业绩如果是成长了 年限就是支撑点了 年限就是支撑点 所以它每次 难怪你可以发现到 难怪它每次回到年限就是一个买点 回到年限就是买点 回到年限就是买点 你每次只要在年限去买 你都赚了一波 这一波也是一样 你这年限去买 你也是赚一波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当这一波回到年限 反而又大量停损了 它股价自然就是往上面涨了 自然就往上面涨 因为它正好又符合我的条件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接下来选股才是决胜的关键 选股你要怎么样选股 你要怎么样去挑选好的个股 你要怎么样去挑选好的个股 你要怎么样挑选未来会涨的股票 我要跟大家讲 符合条件的才会涨 因为资金会进驻 不符合条件的不是盘整就是盘跌 不然就是小涨一点点 这样子的看法 基本上未来都不会改变 我有讲过 如果你是基金操盘人 你会把钱放在哪里 你一定放在一些符合你条件的 一些股票上面 像华安巴菲特他也是一样 他一定买他符合他条件的股票 那后面就 那我符合我条件的股票 到底可不可以买 你自己试后看就知道了 你试后来印证 你来看我符合我条件的股票 都往上面涨了 所以可见这个行情 是跟着我的条件在动的 符合条件的就是会涨 不符合条件的 它就不会动 不会涨 小涨而已 所以接下来这个行情 我要跟大家讲 你要轻松理财 你要快乐致富 你一定要有一套选股的方法 跟选股的逻辑 你要跟赢家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同志朋友 你不会选股的 或者是你不会换股的同志朋友 欢迎你加入我们588我发发的专案 这个专案服务到年底 人弃我取 什么叫人弃我取 法人把它停损掉 法人把它弃手掉 融资把它断头掉 融资把它弃手掉了 没关系 他们不要我要 他们不要我要 人弃我取 然后强势股将会再度的启动 未来能够涨3成 涨5成 涨30块 涨50块钱 甚至挑战100块钱的股票 都是这样子在底部出现 它的底部很多都是反而停损掉了 或者是融资断头掉了 所以你要把握这次588我发发专案 人弃我取 速来电0800370888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今天为各位讲解到这个地方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